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合兵交实力确实健长 良人心态也趋于成熟 不过女双却暴露出更多的问题 即待解决 日本女队时隔48年之后再次夺冠 他们展现出的整体实力让国宇更加清醒 加油吧 女团决赛对阵如下 女单一 陈宇飞二比零山口西女 双一 陈青陈甲亦凡 领导二广田采花 福导游记女单二 合兵交一到二奥元 希望女双 二 黄东平 郑宇领导二 高桥李华 松友梅左 妓女单三 高榜杰VS大枯彩 未出战 郑宇黄东平两人首次组合是在今年那德国公开赛上 两人从资格赛开打 一路横扫闯进决赛 他们的战绩可谓惊人 连续横扫三队韩国选手 其中包括 李绍兮身声赞 郑景银蔡有丁 张义娜金慧林 正因为如此 两人也获得了游博杯和亚运会的参赛资格 其实国语教练组让郑宇黄东平出战虽说是一只骑兵 但也是一种无奈和冒险之举 两人在平时的比赛中并不是搭档 黄东平侧中混双 若参加女双一般是和李万妹搭配 而郑宇和一直和曹童威搭档比赛 想依靠两人去突袭对方 确实有点冒险 日本的松高组合是一对老牌女双 他们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女双冠军 在今年的比赛中 两人还拿到了印尼大师赛和马来西亚公开赛的女双冠军 实力强悍 在今天的比赛中 他们也展示出世界冠军的实力 首局日本组合以3-1领跑开局 之后两人再将分差逐步扩大 上半局结束他们以11比6领先 下半局国宇组合逐步反击 不过却一直被对方压制 日本组合保持领先优势一直到最后 121-16先下一局 第二局 国宇女双在开局3比0取得优势 不过很快便被日本组合追平并反超 上半局 国宇再次落后 以8-11进入局限 下半局正与黄东平并没有更好的应对之策 最终以11-21丢掉比赛 全场比赛结束 国宇的失利在很多球迷的预料之中 主要的薄弱点还是在双打方面 和冰交的失利加快了国宇女队失败的速度 自从东京奥运周期来临 日本队在羽毛球上的投入落到实处 日本的女双 男双和混双都有着长足的增长 反观国宇 女单还未从低谷中挣脱出来 女双就已可见的速度跌落 并且一直没有有效的应对之策 视力是表面 断层才是实质 相信在之后被占奥越的剩余时间 国宇会找到更好的策略来解决问题 加油 P.S. 明天就开始各单项赛的争夺 国宇参赛见儿们 加油 P.S. 明天就开始了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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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 明天就开始了 继续